首先我们将地台拼装好 这个地台分为两个部分 这个主体部分下面有一个可以取下来的拖槽 然后将它拿下 拼装在这里对应的位置 然后将第二部分 这里的拖槽对应好 然后地台就拼好 现在将主体的人物放在上面 我们先拼人物左侧这一部分的配件 主要是这两个 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 一个拿有孔的 一个拿没有孔的 还有这一个小的配件 然后拿一组有孔的 两个红色的配件 来到这一部分的配件 希望我可以做你的配件 我们在这些配件中和就是 我们一起吃的 有人说可以做什么 一些處理打孔的配件 这部分对应的配件 一般大火 一个小火 一般排骨的配件 跟飞骨的配件 放入冰箱 这把键在这个位置需要拿这两个零件上面没有装位的 现在开始拼它的第二个形态就是大键形态 首先我们把这把键放在它的手上 然后拿出这个零件里面有上面的角的 放在这个位置 这把键需要和这两个黄色的零件进行拼接 这把键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拼需要放在这个大件两边的零件 拿出这两个没有孔位的红色零件 和这两个有孔位的黑色零件 然后将大件安装在上面 需要将黑色的部分对准这里的接口